新疆烏屈高速公路遥通车 天山胜利隧道是关键 这条隧道全长大约22公里 是世界再见最长高速公路隧道 相当于10座香港青马大桥的总和 但创造世界之序并不是这一项工程的初冲 天山山脈将新疆分隔为南疆和北疆 天山胜利隧道穿越天山 是贯通南北疆的超级工程 设计行车时速达到100公里 预计2025年建成通车之后 北疆最大城市乌鲁木齐市 到南疆富尔勒市的车程 将会由6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 但要修建这条特长高寒高海拔公路隧道 并不是义事 施工人员不单要克服高寒低仰的施工环境 还要穿越16条断裂破隧带 隧道内岩爆、软岩带边形 特涌水、丹塔等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克服公旗过场的难题 天山胜利隧道工程 就首创了三栋加四树井的施工方案 由中国自主创新研制的天山号和胜利号 全断面岩岩隧道挖进机 是天山胜利隧道的开路先锋 利用岩岩挖进机的快速挖进优势 隧道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施工 有效缩短工期 天山胜利隧道 不单是新疆南北重要的资源通道 在工程中被国产化和软件自主化方面 都取得重大突破 将成为中国的示范工程